911那天啊 在这个喀布尔应该算是9月12号的凌晨吧 在这个喀布尔外交部所在的那个 已经那个列了饱受战争摧摧的一个办公大楼里 有几个带着头巾的塔利班的官员 就坐在一台特别闪烁的一个电视机边上 看这个新闻 这是这个城里边啊 唯一被批准的一个电视机 因为所有的这个电视都被禁止了 当他们看到那个双子塔倒塌了以后 完了燃起一堆的什么燃烧的那种废墟啊 这些人再又看到了布尔在屏幕上警告说 我们将不区分实施这个恐怖分子 还有窝藏他们的人 不加区别 这个呀是一帮这个塔利班的官员长期以来特别担心的一个时刻 对这些比较务实的人来说啊 这个本拉登啊打他一来了以后那个时候大概是96年的时候吧就到他们阿富汗了就一直一直给他们造的无断的麻烦 这些基地组组织的阿拉伯人啊 跟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 奉行的呢也是不同的文化 甚至呢遵循的呢也是跟阿富汗人完全不同的伊斯兰教 他发动的呢是那种国际的盛战 要的是要推翻美国的全球霸权 而塔利班这帮人啊 他们是属于只关注自己国内境内的政治的 他不想干涉任何的国际事务 本拉登一直在那抨击西方 哎 他那些追随者啊 在911之前其实已经实施了好多的恐怖行为了 比如说轰炸美国在肯尼亚的和那个塔桑尼亚的大使馆什么的 而塔利班在这个时候呢是到处的在寻求西方的外交承认 塔利班呢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是同意对本拉登进行审判的 但是呢华盛顿说我不相信你 哎 我不相信你的公众性 公正性 要求必须引渡到我美国的本土来 塔利班呢又怀疑说你美国这个客观性也我们也存疑呀 所以能不能把它交给一个中立的伊斯兰国家进行审判 也被这个华盛顿给拒绝了 谈判呢就这么不断不断的失败 也助长了塔利班里边强硬派的企业 其实你从历史上来看啊 这个老布什和小布什真的都属于那种比较愚蠢的人 你从他后来各种的这个军事行动和后边的这些 跟塔利班的这种交流 他就努力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势力 作为你这个政府的一个敌人 你盖伊拉克是那复兴党 复兴党其实他给涵盖的人太多了 所有的政府官员其几乎 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公务员 他把他就因为你是一个复兴党员 那你就不能够再在我这个政府工作了 其实你想他要是不入这党 他根本就没法当这个公务员 他根本不考虑这个 另外呢 你能够看到 其实美国他在极端愤怒的时候 他所说的什么那些人权根本就不存在 本拉登啊 这个存在 其实奥马尔啊 也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他曾经啊就公开的跟他的底下人就说 这本拉登啊 就跟卡在我喉咙里的一个鸡骨头 我既不能把他吐出来 我也不能把他吞下去 这就是他的这一个处境 但是呢 就是因为谈判这个不断不断的这个失败 完了呢 这个奥马尔啊 就开始陷入了一种极度的抑郁 而且呢 开始也处于了一种偏执的边缘 这个时代啊 这个时期 他周围的人经常会看到他泪流满面 由于后来有谣言说啊 美国将对这个地方进行化学武器攻击了 他就天天的啊 就在自己的那个楼下弄了一个大地下室 在那里边过夜 不敢出来睡 另外呢 这个直接身边啊 就放着那个防毒的面具 而且呢 就是限制只有少数的这个亲信可以到他家来 然后呢 又部署了好多那个军械呀 完了那个呃 部队呀 来守着他这个家 另外呢 他还给自己弄了一个简易的机场 随时准备逃跑 那个时候啊 其实好多的那个塔利班的高级官员 已经把自己的家里人啊 都送到巴基斯坦去了 就知道可能要遭到不幸 大概也就是九月的下旬吧 这个有两个事儿 让奥马尔啊 觉得还有那么一线希望 当时啊 就是这个巴基斯坦的那个三军情报局的那些人 这帮人呢 是以前一直是支持这个塔利班的 可是呢 那时候穆沙拉夫是已经站在了美国这一边了 跟他们已经明确说了 不许支持塔利班了 也不许支持基地组织 怎么着想着 怎么能够把这个美国和这个塔利班 咱们能够撮合着让他们谈判能成功了 结果这帮人居然就违背了穆沙拉夫的既定政策 跑到这儿来找到了这个塔利班 完了跟奥马尔呢 就说你呀 坚持到底 他们要入侵的话 我们保证会给你们支持 所以说啊 这个巴基斯坦在接下来这十年里边 一直一直在这个美国和塔利班中间 就扮演着一个双面人的这么一个角色 另外一个呢就是塔利班的一个高级人物 在这之前呢一直是这个对这个塔利班是不赞成的 结果这时候呢 他觉得我要跟这个塔利班一块儿共同战斗 这一下又给奥马尔了一个信心 后来呢有一个人呢就说过 说这个跟这个作者呀 就说他说我呀和我们这些人啊 一直以来一直是抵抗俄国人的 我们一起占领的这个坎大哈 我们呢因为对抗这个北方联盟啊 差点都死了 所以啊我们现在觉得啊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直接就靠着美国了 因为我们跟北方联盟打得这么凶 美国人这一过来 那么北方联盟因为美国现在是支持他的吗 那还有我们好果子吃吗 到了十月初的时候 这个布什就警告这塔利班说你们时间不多了啊 这时候美国的第十山地师 那个一千多个士兵 也在这个巴基斯坦的那个乌兹别克和什么 这个边界啊都开始部署 而这个中央情报局的那些特工啊 还有那些特种部队的那些 呃绿色贝雷帽那帮啊 已经开始就进入到阿富汗北部了 跟这个北方联盟也开始秘密的合作了 而这个奥马尔啊 就把自己藏在他们家的那个地堡里边 然后通过他的信使啊 向外界传递信息 直到后来啊 这么多年二十年 奥巴马一直就是处于这样 就是躲起来 你们谁也别找我 完了呢 他通过别人来传口信 所以啊到最后啊 其实后来抵抗美国呀什么的啊 奥马尔他只是一个精神领袖吧 呃在这个战争中 他起的作用和指挥权 他几乎已经他都不干了 就是甩手掌跪的吧 10月6号的时候呢 奥马尔从这个巴基斯坦的特工那儿 得到了消息说美国肯定是要打了 那天晚上呢 他就把他的那个高级的那些人啊 都给 呃 干部都给集中到一块 然后呢 发表了一次最后的振奋人心的话 说呢 这个 你看我把我的家 我的权利什么的啊 都处在危险中 但是我依然是坚持的 我要牺牲自己 我要求你们也跟我一样这么做 第二天晚上吧 也就是晚上大概9点钟 也就前几分钟吧 这时候坎大哈市里边的市民 就看到那个城市里边 一道那个耀眼刺眼的那个白光 奥马尔家被炸了 而且呢 还真的就打到了他那个地堡里 美国的战争正式开始了 而且呢 有一枚导弹 直接就打到了他的院子里边了 呃 这样呢 他呢 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就受了重伤 奥马尔啊 就拼命的抱着孩子啊 往外跑啊 就完了喊着就 找着个汽车 最后找到了一个那个旧的卡罗拉那么汽车 飞奔到了医院 甭管他怎么求 后来这个医生都说 伤势太重 就是腹部啊 腹部受伤 而且呢 右腿的那个骨骨也都骨折了 说我们根本救不了 这奥马尔啊 其实就给吓得也够呛 什么也顾不上了 完了以后啊 直接就回到了这车里跟司机说 去桑格萨 桑格萨是什么呢 桑格萨就是奥马尔的老将 就奔那儿就逃跑了 这时候啊 就是当时那个镇子上的有好几家人呢 正好就从家里边就往外看 等这个桑格萨这个郊区的时候 每个人都跳了出来 赶紧都跟着啊 一块离开了 大概也就不到几分钟嘛 又有一枚导弹 哎 又打过来 直接就把有一个什么目标啊 就打得一个粉碎 而塔利班和他的领导人啊 他家人亲属啊 迅速的就在农村就消失了 从此以后 奥马尔啊 也再也没有在公众人面前露过面了 即便后来他呀 大概都死了有一两年了 这个塔利班一直就把他的死信 给这个封锁着 一直就假传圣旨 因为他等于其实那个时候啊 早已经就是塔利班的一个精神领袖 就是一个旗帜了 根本就后来怎么打呀 怎么弄啊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也就是那天晚上在加亚瓦 这个毛拉凯布尔 就看到这个黑暗的天空 毫无征兆的开始燃起了那种炙热的白色的 橘色的那种闪光 他发现啊 咦 这么一看 还挺漂亮的 炸弹就在远处爆炸了呢 那个地方呢 应该就是喀布尔 塔利班啊 在那儿有好多好多的军事设施呢 他呢 这时候啊 也看见自己的手下都在那儿看着那个火红火红 一会儿又发白了的那个天空 所有人都沉默着呢 没有人知道啊 如果说这炸弹 咣当一下 跑到他们这个营地里以后 他们会怎么样 所有人 不知道该如何做 只能够说呀 都跑到那个掩体里边 直接跪倒了 开始祈祷 也就是后来吧 大概有一个星期 他们这个地方啊 就这个加亚瓦 没有一个炸弹打过来 这个凯布尔呢 就想 是不是这个 我太高估了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这个作战能力了 因为在这个山区啊 你这个生活战斗啊 你光靠这种技术是完全不能没戏的 你啊还得协调什么炮兵啊各种的 但是最重要的 其实是凭你的自己的进身战斗能力 凭你的直觉 凭你的听力 什么这些的啊 另外呢就是你能不能扛饿 能不能够随时能够恢复体力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才是无可替代 另外呢就是 到了这个十月的第四个星期 哎 这个美国人呢就觉得 哟 这这么一下塔利班都打得都没影啊 是不是就战争就算是结束了呀 连这个毛拉凯布尔啊也觉得 哎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回去继续当我的农民去了 即使在这个十一月的头几天啊 对这个塔利班的这些打击啊什么的啊 也离这个凯布尔啊 还老大远了 都是在这个附近远处的那山头上的 所以呢他还没怎么担心 因为他那个阵地啊 也太小了 微不足道 你从那个天空上看啊 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而且呢每天晚上 他们也能看见那飞机 就从他们的头顶上 出就飞过去了 完了直接就飞到他们北边的一个地方 在那边轰炸呀什么的啊 所以啊这帮人还揣着手 还在那聊呢 嗯 直到有一天啊 有一个炸弹 砰登就打到了他们这个营地附近的一个商务里了 这下这帮人才开始聚到一起商量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时候这个凯布尔啊 他呢是选啊 我要留下来 他倒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而他没斜 他逃跑不了 他那个斜啊 已经就是就是一个破步了 而且是湿答答的破步了 因为在那掩体里边又湿漉漉的那么呆着啊 他没斜可跑 所以啊他一想这我又没斜你让我跑我也跑不了啊 哎 你知道吗 您能想象吗 就是说在战争中最关键的时候到底是打是走 他们具体到每一个人的时候他想的脑子里边只想的是我没斜 我走不了 从他的这个山顶啊 他能看到他手下的那些战士们啊 已经开始从他这个皮卡车开着皮卡车 从他们的营地啊 就开始转着弯的走了 因为人家有斜 哎呀 反正呢是通过这个无线电他呢跟他这一帮子呃这个塔利班的士兵打了最后一次招呼 这就算是再见了 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喷气机突然尖叫着就飞过来了 然后一个急速转弯就在他们走过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他那帮战友撤退的地方直接就投下了一连串的炸弹 那爆炸声听的那叫一个震耳欲聋 他说啊 我那牙齿和骨头我觉得都在颤抖 我身体里所有的一切啊都跟着那个爆炸声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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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总之就是一大骨子的那个烟就开始在这个山上升起了 他能做的是什么 就是呆呆的站在那看着 他那个对讲机也是就陷入了沉默 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就这么等了好几个小时 他一直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战友一丁点的消息 但是呢 没有 所以啊 他最后还是想 不行 我得亲眼去看看 这帮战友是死是活 于是呢 他就开着一个剩下的那个破车 就开进了这个盆地 转了一个弯 然后走下车 这下他一看 到处都是那种 已经残肢的 残破的那个肢体 再走近啊 就是什么 那个没了头的 什么 还有那没了躯干的手臂了什么的 连石头都被染成了红色 他努力地稳住了自己 闭上了眼睛 其实在这个五年的战斗中啊 他见过太多太多的死亡 但是呢 他从来没见过 就这么轻易的 几秒钟 就把那么多的人 轻易 而且彻底的 而且彻底的 刹 就没了 于是他就在那喊了 还有没有人活着呀 结果啊 突然就听到有一个声音跟他说 还有一个人活着呢 这时候啊 他看到有一个村民 从那个附近的一个房屋里边啊 走了出来 结果呢 他就在这个房间里边 看见了他的好朋友 霍达伊 努尔 凯布尔啊 就拉着这个好朋友的手 说你能听见我吗 这努尔啊 就一脸茫然的 懵懵懂懂的就那么看着他 右边啊 已经的完全的就是 肺 血 你也能看见 从他后背的那个伤口啊 不断的在往外流 这几个人呢 就努力的啊 想把这个 他的好朋友啊 给装到他这个车上去 但是呢 在他们赶往这个城镇的这个途中 就已经死亡了 凯布尔说呀 其实你 他就是一个 年轻农民 是就是随便一征招啊 就为了吃 才参加的我们的这个队伍 他真的没有理由去死 等他回到了营地以后啊 这凯布尔呢 就把他的衣服啊 洗了又洗 但是那血的那个味道啊 怎么都挥之不去 这些人呢 是他在这个山谷中 一块生活了五年的人 一块在这个山地里啊 共同吃 共同的祈祷 他呀 他呀这时候只能够坐在那儿 数着他们留下的孩子 营地里呢 还剩下一些人就聚集在一起 一块呢吃着烤饼和茶 然后呢就开始说 这美国人是怎么就把我们这个车队就这么轻易的就发现了呀 然后就有人说呀 他们有那种先进的飞机 就是在那个云层上空啊 一直在这盘旋盘旋 他可以啊 好几天都不用加油 哎 完了以后呢 他就只要找着目标了以后啊 他就会利用另外一个飞机指挥着就能够过来了 所以啊 他们有一种特殊的那种飞机摄像机 能够看到你这个国家 每一个哨所 每一个村庄 然后呢 把这个图像再传给美国的指挥官 他们还说的真对 看来还有几个懂的 夜幕降临了 这个营地呢 也陷入了这个安静 凯伯尔啊 这时候就退回到他自己的那个小地堡里边 想啊 怎么着得睡一下 因为他已经好长时间没睡 当他躺在那儿啊 考虑了考虑当天的这个 发生的一切一切啊 他呢 就对他以前 对这个塔利班的那种信任呢 开始呢 有些怀疑 那一天晚上呢 正好广播里啊 也传来了一个消息 就是一天的轰炸以后啊 前线大概他们塔利班 有880个这个战士 失踪了 880个人 他在那儿一边念着这个树啊 一边想 因为他们过去打仗啊 顶多死个几个人 哪听说过这么大规模的 刷一下 这一天就死这么多人 他想象不到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超能力 外边那些人啊 都睡不着 都在那儿聊天 一直聊到了清晨 然后呢 这个附近的村民呀 又给他们带来了 更多的残酷的消息 就说呀 这个当地的那个塔利班的 那省长 死了 好像是 不知道什么东西 一种神秘的武器 直接就把他给切成两半了 就这么短短的两天内啊 他在他们的心目中 那损失就是 比他们三年里边看到的还要多 所以啊 凯波尔想 不行 我得好好想想 我以后怎么办呢 就这天下午呢 他又跑到他自己的小弟宝里啊 睡了一会儿 但是还是 怎么着都睡不着 他就盯着那个 那个洞上的那个土的天花板啊 想了好几个小时 这时候呢 他的几个下边的战士啊 就进了 说呀 说是那个整个塔利班 现在都叛逃到北方去了 咱们怎么办 他呀 什么都没说 他已经懵了 你知道吗 傍晚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这个奥马尔就通过这无线殿传来了消息了 说呀 我还在原地呢 人民在受苦 但是呢 这是一个考验 我们会经历 受啊经受这种考验的 真主保佑我们 奥马尔这么说啊 但是这个凯布尔就会觉得啊 这不就是让我们去殉道吗 凯布尔啊 没法相信 奥马尔所说的话 你说要是说为了保卫国家啊 他确实可以冒生命危险 忍受什么这个山里边的这些寒冷啊 吃不着东西啊 没有家人陪伴 这些他都可以 你即使让他坚持好几个月 他也愿意 但是啊 你说为一个已经躲在不知道哪的一个地方的一个人居然跟你说号召你们去殉道 你觉得他愿意吗 好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 下期见